欢迎您持续锁定的Focus世界新闻 我是詹书涵 带您来看到一名在大陆深圳念书的10岁日本男童 在上学途中遭到大陆籍男子持刀给刺死了 而引发当地的是日本人恐慌 由于短短三个月之内就发生了两起日本公民被攻击事件 所以好几所的日本人学校就发喊提醒家长 请大家不要在公共的场合大声说日语 而且最好的话避免不必要的外出 民众首爆鲜花前往日本人学校致哀 日本10岁男童遇袭死亡 大陆民众也相当悲痛 当然我相信这应该是一个个人的极端行为 它并不能够代表绝大多数我们中国老百姓的一个心理状态 外媒报道死者沈心男童是中日混血儿 当时有母亲陪同在上学途中被攻击 腹部和双腿有大面积伤口倒在血泊中 妈妈全程目睹崩溃 用中文大喊我家孩子到底做错什么 哭着向路人求救 事发后日本学校紧急停课 大陆公安也赶赴现场调查 据统计大陆共有11所日本人学校 分布在上海北京等9座城市 日籍学生有3305名 短短三个月内竟发生两起攻击事件 引发在大陆当地日本人恐慌 北京和广州日本人学校纷纷发函提醒家长 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日语 不要让孩子单独外出 还会加强维安人员职守 日本外相上川洋子罕见重话痛批 砍杀南投是卑劣行为 参选日本自民党党魁的小拳进次郎 石破帽也在社群平台上发文 表达哀悲 有鉴于今年6月 苏州才发生类似攻击事件 导致随车人员死亡 日本外务省首次在明年度预算中 列入新台币近8000万的大陆校车 仅被费用 未来每辆校车都有一名专业保全随行 确保安全 TVBS新闻叶俊宏 蔡依杰综合报道 好当然现在中国大陆的日侨全非常担忧 而日本企业松下电器就率先宣布了 他们允许员工和家属撤离回到日本 而且相关的费用公司来买单 摆上白色花束 上头写着反暴力和平万岁 这在深圳日本学校的校门口 918这天 一名10岁男童上学途中遭刺杀身亡 也令部分深圳市民相当气愤 作为中国老百姓是反对这种做法的 反对仇恨家属 我们的很多人就这样 残缺在这种仇恨家属之下 导致这种恶果 今年以来 接二连三 有日本人在中国大陆遇刺 引起日侨圈担忧仇治情绪 根据日明报道 除了北京广州的日本学校 暂时取消课外活动 还有在华日本人表示 不让孩子背上 一眼就能辨别是日本人的书包 日本驻华大使馆为此降伴起 表示哀悼 日本企业パナソニック率先宣布 允许员工与家属暂时返回日本 相关费用由公司支付 以及头绪吧 也针对前往中国出差或派助员工 发出注意安全提醒通知 这个男孩是日本国籍 其父母分别为日本公民和中国公民 这是一起个案 类似的案件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可能发生 中国大陆外交部声称 其他国家也有可能发生类似个案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痛批 刺杀日本男童的犯行极为卑劣 要求中国方面尽快说明杀人动机 TV新闻综合报道 中国大陆去年8月份开始就以辐射污染为由 来禁止日本所有水产品进口 现在渴望可以解除禁令了 日本的各大媒体报道 福岛第一核电厂处理后的水排入到海洋问题 多名的外交相关人士就透露 日本政府和国际原子能总署 正在协商在约定框架之下 包含中国在内第三国可以参与监测 扩大针对了福岛第一核电厂 核处理水的监测体制 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IAEA署长 葛罗西将会举行电话会谈 岸田政府认为 并非让中国来单独参与监测 而是要求IAEA一同来参与 才可以确保日本的主权以及调查客观性 日本政府现在正在和中方 就恢复进口日本水产品 做出最终的安排 里巴嫩真主党遭遇到一连串攻击之后 以色列防长大战摩萨德和以色列国安局 一起执行惊人任务 这番话似乎就认定了是以色列所为 那么真主党的领袖纳斯勒拉是最新出面 他批评以色列越过了所有的红线 他们一定会严厉报复 批评以色列已经超越红线 真主党领袖纳斯拉勒在接连两天攻击后 终于出面演说 但就在此时 以色列战机来了 直接飞到里巴嫩贝鲁特以北地区投下多枚信号弹 都还能听到轰隆隆的音爆声 以军挑衅意味浓厚 就是因为在宣布战争进入新阶段时 以色列似乎也认了就是他们所为 现在还不停地发动零星攻击 只是就算里巴嫩说要报复 但是接连的爆炸 都凸显出这次乙军出击 是有全面准备 纽石更称这两起爆炸 犹如现代版的木马图成计 已军渗透真主党通讯网和供应链 但是真主党成员也誓言 会让以色列付出代价 TVBS新闻综合报道 黎巴嫩接连两天爆炸 造成37人死亡超过3400人受伤 让民众人心惶惶 有一些黎巴嫩人 就怕会有第三波攻击 所以连手机都不敢带 军队则是把可疑的装置 统统聚集在一起 爆破处理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就表示 两波的攻击恐怕将会影响到 黎巴嫩卫生系统的运作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最大医院停车场内 被发现竟然有一个爆炸装置 军队全副武装立刻将它安全引爆 炸后的现场凹了一个大洞 管线还散落两旁 接连两起爆炸事件 黎巴嫩人心惶惶 为了消除人民疑虑 军队将可疑的通讯设备 集中在一起全部炸个粉碎 贝鲁特机场全面禁止使用呼叫器和对讲机 但有些居民还是放不下心 之前手机不离手的黎巴嫩居民 现在反而把手机放得越远越好 就怕第三波攻击会发生 黎巴嫩卫生部长指出第一次爆炸的抠击 大部分伤者受伤的部位在脸害眼睛 第二波爆炸的对讲机面积较大 也就造成更大面积的受伤 伤者年龄分布从老人到幼童 伤口几乎大同小异 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沙拉敏 前往医院探视被移送过来的伤患时 都不仁直视 郑主党为罹难成员举行葬礼 黎巴嫩连续两波爆炸事件 造成数千人死伤 世卫组织表示恐怕将冲击到 黎巴嫩的卫生系统顺利运作 特别新闻总和报道 卷入到呼叫器爆炸案的金阿波罗公司 透露是和匈牙利BAC公司来签约 而对方在台湾申请登记的商务代表 是一名叫做Teresa的无姓女子 那么检方约谈调查之后发现 这名无姓女子呢 4月份的时候在台湾登记公司 名叫做阿波罗有限公司 地址就挂在了内湖的共享办公室 租期只有一年 另外是TVBS是独家前往到匈牙利的BAC 在布达佩斯公司地址 而他们的模式几乎雷同 怀疑是空壳公司 卑着背包的短发女子是这次检方约谈的重点人物之一 因为她就是经阿波罗公司董事长许清光口中所说的Teresa 只要在台湾申请负责的例子是她 她叫什么名字呢 她叫Teresa handle台湾的事物 雷巴嫩真主打呼叫器爆炸案后 检方约谈许清光以及这名无姓女子 因为她是BAC公司在台的双五代表 TVBS特派实际前往BAC未在布达佩斯的登记地址 发现与台湾登记模式几乎雷同 经阿波罗公司表示 他们没有制造而是与匈牙利的BAC公司签约 接着BAC在香港成立阿波罗香港公司 又在台湾内湖设立阿波罗有限公司 今年四月经核准后 租下办公室 BAC登记的是贸易中介公司 台湾则登记电脑设备批发和国际贸易 无姓女子是关键人 两间注册在欧盟的公司被点名和物价器爆炸案有关 而这两间公司的商业模式都很类似 都是一人公司 主要业务是所谓的服务商 公司注册地址同时有多间公司登记化名 而我们联络Norta Global的结果 就跟联络布达佩斯BAC顾问公司一样 都找不到负责人 无姓女子是租下共享办公室 大楼管委会不知情 储租业者则透露 无女租下一年每个月2800元 但近期也未进入使用 而匈牙利BAC公司 与在台登记的阿波罗有限公司 被怀疑是空壳公司 都是一人挂名作业 她到底知不知情 整个呼叫器的制造地和买卖流向 还是单纯负责接下品牌 用来掩人耳目 TV片新闻宁家辉 王华林 叶俊 台北匈牙利报道 全球暖化冲击了海底生态 澳洲珊瑚白化跟海底生物都受到冲击 现在澳洲科学家利用科技材质 试图来富裕珊瑚 协助脆弱的珊瑚持续成长 另外是瑞士也有科学家研发出了 AI水底机器人 仿造像鱼一样的活动方式 收集水中的生态资料 让科学家可以更好地来掌握 平常难以观测的海底生态 湛蓝的海里确是一片白 澳洲大宝礁出现四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海温 珊瑚礁就这样逐渐白化 澳洲长期研究海洋生态的生物学家 又怎么忍心看到这样的情况不断扩大 这些研究团队就研发出一种可以在珊瑚礁上育种的方式 透过这三只脚的独特装置 给珊瑚宝宝架个安全的摇篮 特殊的装置 经过改良 而且澳大利亚海洋科学院经过模拟 就可以让珊瑚礁顺利育种 就算由贪吃的雨晴来袭 也能保护珊瑚宝宝们可以适宜成长 目前惠特曼研发的珊瑚育种工具已经有上万个放在大宝礁Jeskay付浴行动 未来还希望能推广到世界各地出现珊瑚白化的地区 除此之外澳洲研究人员还研发出有机的年胶 可以固定珊瑚不受到海流影响 能让珊瑚更快速地回复生机 不只在靠海的国度努力为海洋保育进行力 位在湿安区的苏黎市也有一群理工大学的学生 努力想要保护海洋里的生物 学生研发出像这样会在水里摇着尾巴前进的机器与衣服 希望能协助科学家在不禁绕海底动物的情况下 了解海洋生态 衣服不但配备有水底摄影机 还能收集海底里的水以及水中的悬浮威力 能采集DNA让专家很快地了解水中的情况 因为人类的活动海洋持续受到暖化的冲击 浩瀚的大海里成千上万的生命被迫跟着改变 但就希望借助这一些科学家的科技研发 能够帮助海洋减缓改变的脚步 维持原来充满生机勃勃的样貌 区别新闻综合报道 全球第一线线上邀请到是德州州立大学翁吕中副教授 教授好 主播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教授其实我们也一连好几天都看到 黎巴嫩这个发生呼叫器跟对讲机爆炸的事件 那现在真主党领袖是首度发表谈话 指控以色列跨越所有红线 可以说是在宣战 感觉梁子真的结大了 是否会以牙还牙 那么双方后续对立的情形该如何来看 请教教授 是的 目前看起来双方确实感觉起来已经跨越了红线 因为我们看到 不管不只是黎巴嫩他们真主党 做出了这样一个重大的宣誓 基本上是认为以色列已经是向黎巴嫩宣战 基本上有这样的宣誓之后 可以预期的是大概不做出大规模的反制 恐怕也不符合黎巴嫩真主党 不管是支持者也好 或者是黎巴嫩可能一般民众的一种感受 那另外在以色列的部分 他们不仅仅是在过去这两天有BB Call 以及所谓的这个无线电对讲机的这种爆炸的事件 事实上他们今天也才开始真正的执行了 对黎巴嫩南部的轰炸的工作 在几个小时之前 黎巴嫩的南部真主党的几个据点 大概据悉有100个据点都遭到了空袭 基本上我们可以说现在双方的这个战争 或者双方的冲突已经进入到准战争的状态 接下来我们要比较令人担心的是 会不会连带的影响到 就是说周边的包括伊朗所支持的真主党 以及其他的周边的武装部队集结起来 包括了在伊拉克的真主党 以及在其他部分的所谓的武装势力 都相继的投入这场以色列跟黎巴嫩之间的斗争 那当然我们说在国际上面 有没有一些反制的力量 或者是有没有一些至少拉力 希望双方不要这么冲动 事实上一直都在传递这样的讯号 尤其透过外交的途径 美国包括了美国的国防部 美国的国务院国务卿 都有公开的呼吁 希望以色列能够克制 希望以色列跟黎巴嫩之间的冲突 不要造成一个新的高度 变成全面性的战争 因为一旦是 如果真的发生了全面性的战争 恐怕以色列跟加萨这边的 所谓的和平谈判 就势必要延宕 甚至是破局 这是美国非常不愿意看到的 但是如同我们所现在看到的现实 看起来呢 以色列的纳台亚胡政府 似乎没有接受西方国家的劝阻 基本上就在所谓的 以色列的北部的边境 所采取的行动是更加的剧烈 短期之内我们会看到 以色列跟黎巴嫩的冲突 恐怕还会在持续的升温 或许真的非常不幸的是 可能要看到比较大规模的冲突爆发 而且可能真的要有一些伤亡之后 国际的阻力 或者是国际的人道的声音 才会更大一些 是不是能够停下来这样的一个冲突 可能真的要考验周边的国家 是不是要全力而为 透过外交的途径来解决 当然所谓的外交途径 就必须要拿出更实际的 这个嚇阻力 或者是更实际的限制 否则以现在的状况来说 我们只能说 以色列跟黎巴嫩的冲突 看起来是建在弦上 全面性的冲突 是很有可能爆发的 好 接下来关心在任内长达这个任职 长达了十年的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 他在告别演说当中 就表示自由比自由贸易更重要 那么欧洲应该要从依赖俄国能源贸易得到教训 另外也不要对中国犯下同样错误 同时他还呼吁美国不要走向孤立主义 那教授我们从他的告别演说 是否能看出接下来 整个国际局势的一个走势重点呢 请教您 是的 我们确实是从史托腾伯格的演说当中 看出了一些端倪 什么样的端倪呢 就是整个欧洲国家未来想要走的方向 尤其如果跟昨天我们才在这个新闻当中 跟大家分享的 欧盟也任命了 冯德莱恩也任命了新的所谓的职委 国防外交部分的职委 也在强调欧盟的整体国家 必须要增加军备 而且强化国防建设 搭配今天史托腾伯格的告别演说 他在演说当中也特别讲到了 欧盟国家2%GDP的国防预算是远远不足的 如果真的乌俄战争要停火 现在最快的方式 在他演说当中强调的是 最快的是如果战争打输了或者投降 就是最快的停火方式 可是这样并不能够真正的带来和平 只会给欧洲国家带来更多的风险跟危机 换句话说 他在演说当中呼吁的就是在强调 欧盟国家必须认真的思考要穷兵独武 必须把自己强化起来 所以我们刚刚回到一开始所讨论的 是不是从他的演说当中可以看出未来的一些端倪 目前看起来 史托伦伯格以及现在欧盟的主要的决策精英 看起来所采取的路线跟态度都是比较强硬 认为第一支持乌克兰到底 第二必须要强化各国自己的国防的力量 那当然强化力量也特别强调的是 不仅是这个各国增加单独的增加国防力量 甚至可能要整体的来做规划 让国防产业可以重新的在欧洲国家蓬勃的发展 让欧洲可以有自我防卫的能力 当然史托伯格也注意到了美国大选的状况 所以他会特别呼吁希望美国不要走回头路 某种程度也在透露着 欧洲国家确实也有点担心 如果是共和党的前总统川普重新担任总统 会不会回到过去在他任内四年 跟欧洲国家关系比较不友善的那段时间 当然以现代的状况来说 欧盟国家做好万全的准备 使目前在看到乌俄战争之后 现在整体的局势看来 跟过去比较寻求外交途径来解决争端 比较和平的希望以和为贵 这个风向以及整个大家的态度 从史托伦伯格的演说当中可以看得出来 欧盟已经变了 好看来乌俄战争影响真的很大 那当然还持续再打 那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下周就会在白宫和美国总统拜登 还有副总统贺锦丽会面 那么泽伦斯基其实同时也会跟川普碰面 只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泽伦斯基这一回当然有一些重大的任务想要达成 他可能有哪些需求呢 请教教授 是的 泽伦斯基一直都期待着西方国家可以持续的援助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希望这一次的造访美国 可以传递出来乌克兰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还是非常紧密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 首先在他对于乌克兰来说 乌克兰一直都希望可以透过美国 透过西方国家的协助 尽可能的加速乌克兰进入到欧盟 以及加入到北约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当然造访美国恐怕没有办法这么快的让他的理想来实现 可是相信他在美国还是会继续的像这样的目标来推进 还是会再重提希望美国能够帮忙乌克兰 能够赶快的加入欧盟 并且赶快的加入北约 我们说了难度是非常高的 当然不会得到非常正面的回应 可是不断的去提到这样的目标 事实上也是向国际社会去传达乌克兰对于加入欧盟 他的意念或者他的期待是非常高的 那最重要的目的恐怕还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怎么样能够继续的把乌克兰跟美国之间的连结 非常强烈的呈现在全世界的眼中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乌克兰在现实上面 会非常需要美国持续的援助 到目前为止 美国确实已经援助乌克兰超过600多亿美金 而拜登总统在他的任内 目前还可以使用继续给乌克兰的援助 大概还有58亿到60亿美金的援助 可是泽伦斯基当然会希望 拜登政府或者是未来的贺锦丽 如果当选之后的民主党政府 可以持续的在这个军事援助 经济援助上面加码 所以他这次造访的也会特别强调 试图着达到的目的是 民主党给乌克兰更多的承诺 会继续的来援助 在选后也会维持现在的援助的程度 那当然泽伦斯基也会拜会川普 基本上这避免所谓的单边压堡 他也会跟川普来进行沟通 所谓的进行沟通是指川普在过去的选战过程当中 一直强调如果他当选之后 乌俄战争就会马上的停止 泽伦斯基透过这次的拜会 至少要试图的了解川普 到底对于乌克兰有什么样的期待 所谓的谈判 川普希望乌克兰能够要放弃一些什么事情 又或者会不会透过现在选战 很胶着的时候 泽伦斯基希望能够把握这个机会 在跟川普见面的时候 试图着因为选情胶着 所以考虑到川普可能也想要得到一些 选票的支持 所以对乌克兰可能会采取稍微比较友善的态度 这也是泽伦斯基可能试图想要达到的目标 简单来说透过跟美国之间的连结 泽伦斯基可以回过头来向欧盟来表达 请欧盟的国家都放心 因为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仍然是坚弱磐石 同时也透过跟美国的连结 可以传递回乌克兰内部 对乌克兰国内的民心士气 也可以达到一种提振的作用 因此9月26号乌克兰到美国 去呈现所谓的胜利计划 当然他的目标就是强化信心 强化连结 希望乌俄战争这场仗 在泽伦斯基或者在乌克兰 全体的这个军民的努力之下 仍然可以继续的奋战下去 而且在谈判桌上 可以获得更多的筹码 这场美国行目标非常清楚 而且也抱持着很高的期待 但是就不知道美国的政治人物 尤其是民主共和两党 现在在大选当中 会给泽伦斯基做出什么样的承诺 这恐怕就考验 现在民主共和两党 他们在选票上面的政治算计 究竟是如何盘算的了 好 战火之下 乌克兰真的是难免要看人脸色 但是有一些国家是这几年 变着掌握越来越多话语权 就是这几年我觉得 很像国际间的狐狸 就是印度 他持续大玩两面手法 路透社就独家报道了 其实印度的军火商销售的炮弹 是经由了欧洲客户 然后又跑到乌克兰 俄罗斯一定超级不爽 但是印度还是不甩他 另一方面印度总理莫迪 他是拒绝加入西方 对莫斯科的制裁 还真的没有永远的敌人 那么印度这种国际道义摆一边 哪里有钱 哪里赚的方式 持续能奏效吗 难道真的可以不甩所有压力吗 要请教教授 是的 印度是不是不甩所有的压力 我相信他还是有一个极限 但重点是印度确实 就如同说你形容的 印度确实在现在的国际的 这种混乱的局面当中 他非常坚定的站在他自己国家利益的角色 来进行所谓的对冲的策略 在国际政治上面所谈的 所谓的Hedging Policy 就是对冲的手法 什么是对冲呢 就是抓紧了这些冲突间的大国 可能都各自的需要去拉拢其他的盟友 印度知道自己的重要性 所以在大国的冲突之间 找到他的生存之道 而且还大发力士 我们刚刚提到了 印度在过去这段时间 他的军火工业 可以继续的透过别的第三方 然后向乌克兰输出军火 他当然知道俄罗斯可能会不高兴 可是他更清楚的知道 俄罗斯在现在全球的局势当中 可能对于印度这个好朋友 是完全不能够失去的 也就是说他知道 俄罗斯对于印度最跟 乌克兰之间的军火交易 就算知道了 可能也必须要睁一只眼 毕竟现在能够继续跟俄罗斯保持贸易的 尤其印度跟俄罗斯买了非常多的天然气 在过去这两年的过程当中 西方国家大概都禁止了 跟俄罗斯继续的进行商业的贸易 跟采购天然气 可是印度仍然能够这么做 那对于俄罗斯来说 这也某种程度 也是他的贸易命败之一 因此他必须对于印度在支持乌克兰 或者是消耗贩卖军用品到乌克兰的部分 俄罗斯也必须要给予包容 但是同时印度也非常非常清楚的知道 美国在印太战略当中 印度所扮演的角色 在美国的盘棋局里面 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印度他知道 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定位之后 也在拿捏分寸 知道跟俄罗斯之间有友好的关系 美国不太高兴 基本上印度他就会采取其他的策略 来让美国觉得他的重要性是很高的 什么策略呢 就是现在印度跟中国的关系 美中之间在进行对抗 印度跟中国的关系 又比较是有一点冲突 或者是有一些利益的冲突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把印度视为敌人的敌人 所以是一个好朋友 因此拜登总统在印太战略当中 常常提到关于印度 被问到印度的问题的时候 拜登政府也特别讲到说 甚至特别强调 印度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这是常年的历史的 有历史的背景 所以美国不会特别对于去责怪印度 美国是希望跟印度在未来可以走得更近 换句话说 你的未来我不曾参与 过去我不曾参与 但是你的未来我希望能够多多的合作 可以看得出来国际政治最现实的这一面 也就是各国在关键的时刻 怎么样能够利用第三方 怎么样能够利用盟友来制约对方 其实这才是大国外交所重视的 所以我们说印度在这样的局势当中 他玩的两面手法 现在正在帮印度在国家的利益上面 大发力士 同时也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面 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 这也是为什么莫迪 现在在国际所有的政治的 所谓的论坛当中 印度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我相信在世界都在这么紧绷 大家都在担心所有的中小型国家 都在担心大国的竞争 可能会波及到自己的时候 印度现在这样的一个操作 外交策略的操作 清楚的了解自己的定位 并且找到自己的生存知道 甚至是发扬光大的去得到更多的利益 这种对冲政策 印度操作的非常的细腻 也非常的成功 我们可以继续观察 那当然其他的国家 包括台湾在内 是不是也要思考 怎么样能够在大国之间 竞争之间求生存 我想印度正在提供一个很好的案例 好比较严肃的话题 我们先摆一边 因为接下来这一题教授很期待 有看教授脸书都知道 说你也看了这场比赛 情绪很嗨 那就是道琪队的二刀流 大股详评交出鬼神般的表现 跑出了本季第50次 和51次的道磊 同一场就打出两支拳雷打 51哄 这个里程碑是大联盟史上第一人 这种大股障碍不断不断墊高起来 为美国体坛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还有教授您在当地的观察 也请您跟我们分享 是的 这确实稍微比较轻松的话题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非常认真的来看待 这个大股的效应 首先如果只是从棒球迷的角度来看 这确实是一个大股障碍 如果熟悉棒球 或者是长期关注棒球的 大概就知道 在大联盟的历史上 从来没有人达到一个球技当中 有50支拳雷打50支道磊 大股不仅是突破了这样的一个障碍 成为5050俱乐部的创始会员 甚至今天就把这个记录推高到5151 那也留给大家很多的想象 是不是这个记录还会在往上追高 事实上当然它从现在开始到季末的 剩下17场比赛 每一场比赛都有可能创新记录 那当然这就会创造出一个 所谓的新的大股障碍 因为要达到这样的一个要有这样的能力 确实是着实不易 那但至于说整个对美国的影响 我们在当地当然在美国这边 当然所有关注美国 在美国很多人是关注运动的 所以关注运动的 包括了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世代 大概都很难不去注意到大股祥平的表现 即使他不是棒球迷 这一点就是我们特别要延伸来说明的 对于美国这样的社会来说 像大股祥平这样的表现 它可能非常有助于美国跟日本之间 某种程度 美国当地球迷跟美国人 对于日本整个国家的态度 或者是感受 事实上大股祥平在2019年 就曾经获得美国所谓的国际公民的奖章 所表彰的就是大股在促进美日交流上面 带来的一个非常正面的效应 如果非常现实的说 在过去就是2023年的统计 大股祥平因为在洛杉矶打球 所以2023年日本的旅客到洛杉矶的人次 足足达到了23万人次 这比2022年日本旅客到洛杉矶的人数 增加了91%点多 这当然跟疫情也有点关系 可是也必须说 这23万人当中 基本上根据调查 有超过八成的人 造访了到齐的球场 所以我们说大股带来的商业的效应 是非常强的 带来的文化交流的冲击 跟文化交流的这种 所谓的日美关系 也带来了非常正面的效应 棒球不只是棒球 在大股的身上 可以展现的非常的清楚 我们看到的是 某种程度的日本的软实力的展现 那当然如果要更严肃的说 它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整个美国的政界 或者是美国在做决策的时候 跟日本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受到影响 我们可以后续来观察 但是至少光是从棒球的角度来说 大股确实带来的一个完全新的一个世代 现在在美国所有的棒球迷 大概没有人不知道大股 当然大概喜欢大股的人 也很难对日本的有比较负面的想法 这就是日本某种程度的软实力 我们当然期待下一个王建民 下一个郭宏志 也能为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带来更大更正面的冲击 好确实从国际动荡到体谈话题 真的感谢教授 在各方面都带来了专业解析 感谢 感谢 而接着要带您就把焦点转到日本去了 有越来越多的儿童 因为注重自身外表 介意体毛过长或者是浓密外露 所以就由家长陪同去做了除毛保养 穿着短裙短裤或短袖上衣 初衷外表在意自己身上毛发过长的人 就会经常剃须除毛 不过在日本 建议身上毛发的并非只有大人 根据一项针对三百名中小学生的试调结果 超过八成一的小学生 在意身上的体毛过长 百分之九十二点一的中学生 难以忍受自己毛发浓密的问题 你痛苦了吗 我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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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BC这次采访的美容中心 十八年前就推出儿童除毛补物 主打四岁就能来做相关保养 当时饱受外界抨击 刚开始的六个月没有半个客人 直到十年前慢慢有人上门 目前为止已经替超过一万两千名儿童 做过除毛 小学生幼稚園の本当に小さ子様から中学生高校生までの女の子も多いんですけど 背景としてはSNSの効果もすごく高いかな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 美容中心指出 让儿童除毛未为话题的主要还是网路社群 此外会让小朋友愿意做除毛保养的原因 一个是被同才注意 一个则是来自家长的建议 还有支持 バレーやってる途中に 友達の腕とかなんかすごい綺麗で 自分はよくよく見たら毛吐いてる感じで それでちょっと気になってたので 今を生きてるから今悩んでってなったら まず今を解決して その後期間が空いてまた困った時は また一緒に考えようって それこそ働いてから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し 小学一年級出道 希望未来能在食尚产业 有更好发展的练血 因为手毛过长让他在同才之間很有压力 肌肉がツヤツヤになって なんか綺麗 だからかわからかく見ても きれい入ってないし 嬉しかったです 目前除毛保養 以全身来说 美容中心12次的療程 收費月在40万日元 医美診所5次的療程 則是要30万日元左右 不过医美診所属于 强度较高的医療行為 必須要由医師或護理師来执行 法律で使える機械自体が全然違うので エステの脱毛は 入るスピードを遅くしてあげる 手入れが楽になることを目指している のがエステ脱毛で 医療脱毛は入ってこない もしくはほとんど目立たない っていうところ 永久元毛っていうんですけど を目指しているのが 医療脱毛なので ある同除毛的議題政策 接訪民众的看法 也是各不相同 時代が変わったのね 4歳からっていうのが ちょっと私は抵抗ある 9歳の娘がいるんですけど 気になってきてるみたいなので それがストレスで学校行きたくないとか 友達からのコメントが気になるとか っていうんだったら そこの不安は取り除いてあげたいなと思います 雖然有医師表示 身上毛髮像是手毛腿毛 其实没有什么用处 適当的修剪剔除并无不可 不过专家说 儿童除毛是好事坏 見人见智 但除了家长的态度 当事人的意愿也很重要 親子之間充分沟通 再決定是否去做 应该是比較妥当的方式 TVN新聞 徐起方綜合報道 还有这个热潮是折叠手机 华为的三折叠手机 在中国大陆正式开卖了 从预购人数和备货量 来粗固一下 7个人当中 只有1个人能够抢到 但不少的北京民众 不知道的是 你要收到成功购买简讯 才可以去体验新机 所以在现场跟工作人员 发生了口酒 今天是华为三折叠手机开卖的日子 那么我们来到北京的王府井旗舰店 可以看到工作人员说 10点开卖 提前一小时之前 门市锁着的顾客不能进去 那么隔一条马路 我们来看 今天也是iPhone16上市的日子 有别于华为 苹果的门市 是早早打开了大门 那么让顾客挑选产品 相较于苹果门市 涌近上百位顾客 华为北京旗舰店门口不到10人等候 工作人员还不断劝离 没有拿到取货简讯的民众 双方气氛一度紧绷 华为10点开门 许多民众还是盼着碰碰运气 体验购买最新的三折叠手机 但进了门 还是上不了楼 通往二楼体验取货区的楼梯 拉起红龙柱 还有多名工作人员 看守查验身份 不死心的民众在休息区 透过华为官网 拼命点击网路购买 但多半失败收场 我想来看看同盟运气 感受肯定还是一点实陆完蛋 大批民众扑空 但从进入体验区 民众画面能看到 华为安排近10位员工 在二楼服务成功预约的顾客 数据统计 华为三折叠手机 预购人数近700万人 但从供应链来看 首批备货量只有大约100万台 所以形成至少7抢1的情况 但首卖日上午来看 多数民众都没成功拿到货 主要是来预约苹果 然后过来简单的拍摄 但是华为的话 目前在网上价格炒得很高 今天可能会价格 是在5到8万之间 在中美科技战持续延烧当下 华为苹果心机同天上市 BBC评论 不仅代表华为想与苹果一较高下 背后还反映中国大陆抵制美国制裁 所发出的强烈信号 TVBS新闻朱光宏 李敏珍 北京采访报道 在921地震25周年前夕 加拿大驻台办事处举行的是 重返921的纪录片首映 导演和当时的三张照片 一起来寻找历史的记忆 9月20号上午9点21分 模拟大地震发生 学生们趴下找掩护 稳住后再听指令避难 今年侍奉921地震第25年 加拿大驻台办事处 19号举行重返921纪录片首映 当年加拿大摄影记者David Smith 拍摄许多921地震后的照片 他在921地震25周年前戏 回到台湾 导演与团队帮他找到了 当年他照片里的救难英雄 与幸存者 从倒塌的东西大楼内 被救出的女子身上多了一件消防衣 就那人员紧紧护着他 当时脱下消防衣的那个男人是他 当时候那位妈妈 其实她只有简单的内衣 第一个当然就是一个保暖 第二个就是说 一个人对母亲的一个隐私 所以说就利用我的消防衣 先覆盖他 921大地震之后 我个人对于整个障碍抢救上面 就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深的一个烙印 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做得更好 黑暗世界里也看到了生命曙光 这张照片刚出生的小女娃 在妈妈和医护人员细心照顾下 现在也25岁了 David Smith跟着深入部落 寻访这对地震中幸存的母女 因为那个时候你是小小baby 对不对 坦白说我一开始觉得不可能的任务 可是我心想没有那么困难吧 早了一年都发现好困难 重返921导演郑凯俊说 地震跟台风不同 无法预期地震何时发生 但台湾在921地震后 不只检讨建筑法规 也做了各种努力与准备 来降低未来发生地震的伤亡 25年过后的台湾 更有能力与具有任性的面对 难以预测的天灾 TVBS新闻较广斌 许立反红财伦台北台中 采访报道 网络上头疯传 大陆男星黄晓明和网红叶科 已经结婚 印发讨论 随后黄晓明大方认爱 在微博表示 我们在一起了 15年发的微博是真的吗 当时看那个微博 我觉得搞笑 你们可以去搜那个 我的名字 直播中曾经亲自辟谣 大陆网红叶科 从2022年就开始 与黄晓明传出绯闻 不过双方当时 都没有正面回应 没想到19号 黄晓明突然公开恋情 黄晓明发文写下 大家别猜了 我们在一起了 还标记叶科的账号 随后女方也转发文章 并附上一颗爱心 大方放闪 那之前别人有家庭 你怎么还插足了 这个事情 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 如果你们是我 你们敢去做这个人的小三吗 谁敢呢 先前还被说当小三 因为2022年1月 黄晓明与Angela Baby离婚 同年5月就和叶科 传出绯闻 当时还强调自己是单身 不过隔年11月 就被发现 两人一起出国庆生 2024年1月 叶科还在直播中打电话给黄晓明 接着就被拍到两人一起回家 出门约会 直到9月才承认恋情 我为什么要去说什么破坏别人家庭 我疯了我 叶科与Angela Baby过往同框罩也被挖出 网友惊呼谁能想到 当年这张合照 居然变成黄晓明的前妻以及现任 更有狗仔爆料 两人其实早就领证结婚 叶科甚至已经怀有身孕 不过针对这些传闻 双方依旧沉默到底 没有给出正确答案 TVA新闻范圈沈寿中的报道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詹书涵 我们下周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